因為我平時很少穿 Adidas 但有時會去一些關於 Adidas 的活動 你沒理由不給面子穿 Nike 穿 New Balance 去踩場 Yo 大家好,我是慈拍豪 這次又來講鞋了 講甚麼? 認得它的盒子 Baving Ape 的迷彩,還有三件 當然是 Crossover Adidas 沒錯,馬上開箱給大家看看 好,這類的盒子很棒 只要看鞋盒如果是迷彩控或 Baving Ape 控 其實應該都很喜歡 好,這對是甚麼顏色呢? 立即開出給大家看看 好,沒錯 它就是剛剛推出的 就是 Baving Ape 成 Adidas Original 的 Superstar 80s 其實這個系列已經是第三次合作 第一次應該是在2021年 即是去年年初的時間 就是一次過推出了兩個顏色 就是一樣都是 Superstar 不過就是白色鞋面 黑色的三件 三件這邊 黑色的 Logo 在旁邊 最 Original 是最 Vintage 的版本 另外它同時間都推出了幾個 迷彩顏色配合的 有藍、紅、綠、黑 一堆 配合了一隻新顏色 一次過推出 接著去到去年年中 好像五、六月的時間 推出了一隻 我很喜歡的 就是真的 Baving Ape 最 Signature ABC Camel 這隻迷彩顏色 這個顏色 外於 我買了這對 所以 不如買這對吧 好 不如現在就拿出來 和大家比較一下 開箱一下吧 好了 我們先來看看鞋盒 如果沒有買過這個系列的話 其實我自己覺得 不如大家近看 這個鞋盒 我覺得超美的 比平時的Editas 鞋盒都更加硬朗 你看到它做到 起了角 這些位置 很細緻 是一個天地蓋 就是這樣揭的鞋盒 你看到 做工都很好 很細緻 一個很厚的卡坡 做成一個鞋盒 這裏面 就有這個 Super Star 鞋頭的西瓜頭 一個線條 應該是一個設計圖 我猜是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然後面上 當然有Editas 那三格logo 加上最經典的 Baving Ape 的 ABC 迷彩 這個鞋盒 我覺得是頗值得去收藏的 就算你拿出鞋 你不放鞋 也好 其實平時用來裝飾 都是一個很好的裝飾品 很漂亮 很漂亮 不過我這個 就少少面花一點 大家買的時間可以留意一下 很棒 說回 其實 就是 之前這一隊 同樣 第一、二次合作的時候 鞋盒也是這個 大家 如果整齊了 就有很多 這個鞋盒 好了 不如我們看看鞋 這款黑白色 我覺得當然是很搭配 這個鞋型 就用回Editas 最經典 西瓜頭 Superstar 80s 的鞋型 去製造這款鞋 是比較收長一點 Vintage 感覺很重 你也是看到 底部做了一些舊化 黃黃的 不是純白色 我感覺都是 帥仔 舒服 好看 對 最特別的地方 這個系列 就是 一邊就是 Babe Star 的流星 Logo 它的Signature 而另外一邊就是 Editas 的三件 Logo 兩邊是不同的 就是這樣 如果你穿外邊 一邊就是三件 一邊就是Babe Star 裏面 遮住了 都是這樣的 來到 旁邊也有寫這個 A Babe in Ape A Babe in Ape 的樣子 黑了上去 鞋頭也有一個 Babe 的扣扣 挺漂亮的 我覺得整件事 Hip-Hop 了很多 本身 Superstar 型號 都有很多 Hip-Hop 仔 Rapper 穿著 所以我覺得有這個扣扣 也挺帥的 當然去呼應 鞋舌也是用 有Babe的 Logo 鞋箭 先拿鞋箭 原來鞋箭拿不到出來 鞋箭 大家看到 都是Babe的 Logo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做相反的 兩邊不對稱的 鞋舌位 左腳就有Adidas Logo 這個鞋箭 都是Adidas Logo 這邊 一樣 這邊就變成了不是寫的Babe的 是寫的Adidas Superstar 好,近來看看上一代和這一代 不如 基本上大致 它的外形都沒有大分別 兩對都是US-9 鞋型大小的一樣東西 我看起來就一樣 沒有分別 對 大家覺得哪一對比較漂亮呢 啊,講漏了 對了 鞋箭這個位置一樣是兩邊不同的 Logo 一邊是Babe Star Logo 一邊是Adidas Logo 不知道鴛鞋鞋會怎樣呢 應該也挺有趣的 然後這雙鞋除了原裝這個黑色的 對了 比較幼身一點的黑色鞋帶之外 它還跟了一抽 對了 粗一點的 粗一點的白色鞋帶 對了 不過這個很變身的 相對於這個 是厚身一點點 但是比較幼一點的鞋帶來的 這個就粗身一點 對,感覺再街頭一點 Hip-Hop 一點 我自己其實純粹顏色上 我會想用白色的 對了 但是黑色呢 我又喜歡它幼身一點 我覺得粗呢 我現在又一般 年輕的時候 我覺得粗鞋帶很帥氣 但是現在我又覺得 我覺得這樣 OG 一點 不如馬上換下去給大家 感覺一下分別吧 好,時間的關係 就是 就完成了 一邊是白色 一邊是黑色 沒錯 這邊是粗一點的鞋帶 這邊是幼一點的鞋帶 很明顯的分別 我個人來說 都是喜歡幼一點的鞋帶 對,感覺都是比較原本的 可以留意 對,鞋帶旁邊有兩個字 沒錯 對,應該是Bave & A 另一邊應該是Bave & A 日文 我不會說日文 所以我不知道是什麼 對,白色鞋帶一樣都有 挺細緻的 好,這雙鞋的穿用感 坦白說 Superstar 好不好穿呢 大家都心知通明 我自己是覺得比較上是硬一點 以及沒有承托力 相比起現在那些高科技的鞋 當然始終這些Vintage 鞋款 都是會差一點的 這個鞋墊是拆不出來的 如果你真的想要加鞋墊 例如加上MB 比較舒服的鞋墊 大家就自己 留意有一個size 可以買鬆一點才可以放進去 或者你用風筒也可以 看看能否吹到原裝鞋墊出來 就可以換 這個size 也是true size 平時穿開9號 我也是買9號 沒有分別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款鞋 其實現在也不太難買 在他們自己的官網 都是騷勾 但如果你想去店鋪買 也是會還有的 和這些上一代的鞋款一樣 其實即使你現在買不到也好 你上去一些 譬如StockX等 你找到 價錢其實都是1200-1300元 值得玩的 和原價都差不多幾元 不過可能就要虧貨賣 第一代白色也是差不多價錢 不過是唯獨試的第一代 它那隻幾天會混合 那隻是貴一點 不過都是千多元就可以了 所以這雙鞋 如果你想找一對 比較vintage 又很搭配 但又不想買最圓著 要有少少 crossover 特別一點的 可以考慮一下這雙鞋 其實為什麼我會入手這雙黑白色呢 原因就是我本身沒有Adidas的鞋 不是沒有什麼 其實可能只有兩三雙 連同這雙 因為我自己就很少買 還有說真的 最近都沒有什麼款式值得入手 我自己覺得 Easy那些都被人穿得爛了 我自己覺得有點歪歪的 那些EasyFans不要吵我 但最近它又說不再推出 不知道會不會突然有一個炒風呢 Easy Anyway 因為我平時很少穿Adidas 但有時候會去一些 關於Adidas的活動 你沒理由敢不給面子 穿Nike 穿New Balance 去踩場 那時候我每次都是穿這款 但是說真的 這個顏色又真的挺難搭配的 如果想看怎麼搭配都可以看我的IG 但是當然 迷彩色 你說要搭配得很絕的 當然可以 配上一些均綠色 米白色 黃色 這些都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 迷彩說真的 迷彩褲 你都是亂搭配的 如果你沒有那些顏色的 其他衣服去敷型的話 其實亂搭配 也不是太大問題 對了 就礙於每次都是那雙鞋子的時候 不如加入這一款 黑白色一定沒有死 會方便配搭 我覺得 尋味都可以 這雙如何配襯衣服 不用我教了 對吧 我想你亂穿也沒有大問題 好,今天就這麼多 好,記得CLS Comment、Like和Share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然後如果我有新鞋開箱 你就第一時間知道 如果想支持我多拍這些開箱片 記得按下Superfans 支持一下 好,告訴我 今天自發河第一次 真的第一次 講Adidas的波鞋 今次是CLSOVA A Big Finish 的Superstar 80s 好 下次見,拜拜 拜拜 好,再見 好,再見